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激進建制派的民建聯立法會大議員蔣禮雲 他又有一些驚人言論推出 他說了什麼話呢? 他說近月示威的活動中有些教師被捕 於是他就有些建議給教育局 他就反映了校方未能有效地監管教師 在課堂上的教學手法和操守 於是他就建議教育局提供資助 安排在每一間學校的課室都增設閉路電視 讓校方的管理層更能有效地監管 找出問題 以及支援學校防範校園欺凌 以及保障學生的人身安全 接著他還有什麼建議? 他就說如果發現教師涉及煽動學生參與堵路 非法集會或遊行 縱火甚至乎是商人等等的行為 教育局除了根據教育條例 懲處涉案的教師以外 更加之應該將教師轉交相關的執法部門來跟進 大家聽完蔣大議員的建議後 是不是覺得非常恐怖? 如果這些建議在香港實施的話 就非常大劑了 香港的中學和小學 馬上就會變成新疆的再教育營一樣 沒有了自由 老實說這些建議很離譜 首先將學生參與遊行示威的責任 完全是卸博推卸到教師和整個教育制度身上 你長大議員也是建制派 石禮謙議員也是建制派 為什麼你不聽石禮謙所說呢? 他早就在立法會發言中也說過 整個逃犯條例 三好定所引發出來的風波 跟教育制度和教師是沒有關係的 那些學生也不是受到洗腦而出來的 對不對? 你不要再毀過於人再抵賴 2004年的時候 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來到香港 向著你這群建制派訓話 當時有一句說話說得非常好 就要求你們總結經驗 查找不足 到底你這一談的逃犯條例的風波 你們有沒有反攻自省? 不能夠永遠找一些待罪高揚 賴教師、賴教育制度 整個逃犯條例的修訂 就是由你特區政府自行引發的 然後你這群建制派 你沒有做好勸諫的功夫之餘 你反而就幫特區政府推波助瀾 有什麼辦法不撞板呢? 這就在抵賴 說那些學生被人洗腦 一會又說收了錢 一會又說外國勢力 賴來賴去 最後就要在自己內部找一些人出來頂罪 所以你就賴教師 賴教育制度 然後你又建議要在這個班房裡 增設閉路電視去監察老師的操守 老實說你這些就是實施完全的監控 所有師生的對話和行為 就會全部被這個攝像頭一一拍下了 他們的對話全部被人聽了 上課又變了坐牢一模一樣 這些課堂哪一個願意就去上課 你就更加加速度使得那些學生上街遊行 舉出這些白癡的建議 還有一件事 你搞這些攝錄 就會徹底破壞人和人之間的互信基礎 使得那些學生根本無法建立一個正常的社交 比如說那些同學之間善撒就很正常 你現在有這個攝像頭 那他有什麼事呢? 當然馬上就篤灰了 我看這個同學不順眼 就捕捉他到底有沒有說錯話 有沒有罵中國共產黨 有沒有罵特區政府 有沒有罵你這個建制派的議員 如果有就馬上去舉報吧 你是不是想做到這樣? 或者那個先生經常懲罰我不交功課 經常罰我留堂經常罰抄 好 我就看你上課的時候 有沒有說出一些違反主旋律的言論 如果有的話 如果你在這裡借機 萬罵中國共產黨 萬罵中國領導人 就立即舉報了 在管理階層上 你是不是想做到這樣? 那你現在學校就已經不成學校了 真是白癡到爆 還有你搞這件事 其實就是為了社會信用系統來鋪路 是不是想這樣搞 哪一個教師上課的時候 不教授他這個愛國主義的 扣分 哪一個是煽動的學生 是不是? 用一個批判思考 來批判政府政策 扣分 你是不是想這樣做到? 什麼? 比如說一個中史教師 他教到這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那怎麼教? 什麼? 你現在弄一個攝像頭 錄著他 他唯有說什麼? 就是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萬歲 要將他進行到底 是不是這樣? 或者教到這個八九文運的時候 六四那裡有沒有死人? 他怎麼說呢? 你找一個鏡頭錄著他 你就是想怎樣 就是怎麼會有這樣的建議 對不對? 而且你搞這件事 是想做什麼呢? 是不是想推進監控技術和器材的產業發展呢? 這件事也是有說過的 關於這個《榮義人權法》那裡 就說為什麼有一些人強烈反對呢? 就是因為有這個產業 比如說有什麼技術呢? 人面的辨識 甚至乎是語音的辨識 對吧? 如果你放一個鏡頭 他還可以收音 到時就不用你那些人互相舉報了 簡直就是用語音辨識 誰說的 對面形 就是trace到 原來是你說的 你全部都會記錄了 就自動扣分 你想搞到這樣 對不對? 不要做這些事 這些不是人類的社會 你這麼喜歡裝 你不如裝在你自己的家 或者裝在立法會民建聯辦公室那裡 你自己先嘗試 然後就找電視台直播 你如果頂到一個月的 我就告訴你 你先做這些事 你不要這樣租質 老師和學生 長大議員 你這個建議本身是不對的 這些建議是不應該說出來的 這些建議是 全部都違反人性的 好了 我們又說一下教育局的大局長 昨天楊潤雄大局長 就去到立法會進行答辯 他說了一件事 說社會對於大學的管理 就有不同的意見 大學就應該考慮和反思 希望校方回應市民的要求 所謂他們改善的管理 其實就是要從嚴管理 這件事我們之前都已經評述過 不再說了 反正這些建議是非常愚蠢的 好了 那麼歐樂軒議員 又如何提醒他呢 他就說了 其實大學的高層 已經用了很多的心力 來維護學校的安全 問他可不可以勸勸社會人士 不要太過苛窄大學 特別是勸建制派 不要再留難大學的擴建撥款 這件事說得很好 你長大議員那時候說什麼 又說夠位 一會兒又說不夠人讀大學 又說沒有必要 總之搬出九十幾個原因出來 接著楊大局長就厲害了 竟然間博嘴 他怎麼博出歐樂軒呢 他說 老實說 在這段時間 我們整個問責的團隊 都一樣出心出力 很努力 我們一樣都受到你們反對派議員的譴責 我也想用同樣的原則或者邏輯 希望你們這些反對派的議員 不要對我們問責團隊過分譴責 大哥 你知不知道這些立法會議員 進入這個議會是做什麼的 他是要做監察政府 不是要為了幫你保駕護航的 其實就算外國的議會 都不是政府黨 全部都在擁擠你的 對不對 如果你做了一些政策出來 令到社會人士不滿的話 一樣是會遭到反對 現在就不是 現在就要死撐 經常想數夠票就過 結果就出事了 你還叫別人不要過分譴責你 大哥 你是在賭三十幾萬一個月的楊大局長 是不是 你做的事情有做得不對 為什麼別人不可以監察你呢 立法會員做得不對 自然就有這個第四權有傳媒來監察他 是不是 就不是由你去監察 現在那些議員進入議會監察你 是他的職責 如果他不去監察你的話 是那些議員失職 就是說那些建制派 只是在保駕護航 在擦鞋 有什麼作用呢 是不是 他就要篤殺你這幫人 到底有沒有做錯 有沒有干犯的問題 如果他根本上進入去 都只是在出糧 只是在擦鞋 所以這個區選那裡 你已經發揮不了應有作用 另一件事就是 你這個教育局大局長楊潤雄 已經指示了一間學校 考慮暫停上水被捕教師的職務 人家問到你到底是否未審先判呢 他竟然間就回答 這個做法主要是考慮到 對於學生和學校的影響 你不要這樣吧 根據香港的無罪推定 你是不能夠在確認他是犯罪以前 就叫人家將他暫停職務 你是其實將他停職 你現在那些警察駕著電單車 向著這些示威者來 去猛衝 狂衝的時候 他現在都復職了 你這個教師 根本上到底是否乾犯了你所說的罪行 都未判的 還要經過司法程序的審訊 萬一判定他是有罪的時候 你要再去暫停他的職務 那時候還未遲 為什麼你要現在這樣來懲罰他呢 你不適合那個程序 經常說程序公義 根本上你罪不公義 其實你這樣發展下去 反正看誰不順眼的話 就找人告他 抓他 一抓他就已經可以暫停職務了 你現在是 對不對 一抓了那一刻你就叫人家 考慮暫停職務了 你很簡單的 我看你不順眼嗎 你這個陳老師 正法溫來的 找警察抓他 抓完他之後 你又建議人家暫停職務 是不是這樣呢 你將來的態勢 你被人看到就是想這樣做 因為市民對於你這個特區政府 是沒有信心的 不信任的 是不是 因為你得一想二 你得寸盡赤 你現在這樣搞出來 將來你就可以援引這個先例 不停暫停其他人職務 是很危險的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